大家好 10月1日 此時體感溫度有點高 所以時常就該躲在後院裝忙 而這從隱藏式堆肥草 升級成的育苗草 效率有點高 還可以看到一旁的小白菜 當時人味採收完 但育苗草裡的截頭菜 與初秋高麗菜 就搶著出頭 在10月之前 甚至10月4日移植的當天 天氣也一直都還很炎熱 所以也就能撐就撐 不讓這好好的幼苗出去見日 10月4日天氣實在很熱 但這截頭菜有點壓不住了 感覺再不上場 在育苗草裡面繼續長大 也一樣會出事 所以就讓截頭菜先上場試一下水溫 應該改說 試一下氣溫會更適合 之前為添加語音時 用字淺詞很多時候都滿有伏筆 想說讓大家去自行思考 只是發現了感覺不多就是 移植技巧總不斷提醒 事先要先澆水 蛙其實方便土壤黏化 容易黏成團狀的根隙 而這當初應該是想讓大家見證一下 土壤裡到底產生了多少的飲分 但老是這樣 帶土遺址 培養出來的土應該早就挖光了吧 讓我們先回看一下種子之前 所進行的簡易補土方式 首先一樣照往常 將土鋪平以後 然後進行撒種 再取一旁就很多的飲分土 進行附土 這樣除了可以補充 育苗草裡面的土壤外 因為夾帶著很多的飲分 也可以比較透氣 這樣有沒有很像在 就是在模擬一般的育苗土 另外好處呢 這日後的幼苗呢 輕鬆的捏一捏 它的土壤還是一樣可以很緊實 雖然覺得在大熱天就出場 不會好下場 期間呢 你先把慢煙的引道高低調整好 也順便完成了第一組的自製防蟲網 測試用啊 就拿去種結球蚵具 因為是帶土移植啊 這樣挖洞種下去幾乎是萬五一絲啊 唯一要注意的呢 就是植株間鋸而已啊 捷頭栽的間鋸呢 大概是20公分就夠了 種植石呢 的特別設計是 在植株中間挖了一條溝 在內部呢 擺上了大瓶 目前的規劃呢 只是方便在澆水時呢 可以沿著溝槽流動 除了日後澆水時呢 不易沖出溝槽凹洞外呢 還可以保濕啊 至於額外的用途呢 因為影片不好剪接說明 等下一部影片時 再順便用驗證的方式來說明 為了執行慢捏呢 不再使用人工澆水的方式 在中央環繞水池 多挖了一個出水口 這出水口原來的目的呢 只是想讓一旁堆草草 內部的蚯蚓呢 有適度的水分 但一樂享受到 不需人工澆水的好處後呢 就又變動了設計 目前呢 大約有八成的空間呢 已經可以不用澆水了 這也是一直都在前院搞這些設施 後院卻沒有進行大步動工整理的原因了 另外給個設施安排的建議 如果只是一個獨立的設施呢 完成了一個步驟 可以停下來再思考一下 是否可能再拿來新應用的可能呢 當然如果一開始呢 就先想好所有的規劃呢 再做好了一個設施呢 若是也符合預期的話呢 就可將這些辛苦挖出來的設計呢 進行互相連結利用 反正這些設施呢 都只是挖土的過程嘛 若是不好用 大不了又讓他還原而已啊 雖然說 做了不一定會成功啦 但求證想法 或做法的過程呢 是真的可以找到很多樂趣 只是呢 這些設施呢 除了大膽外呢 也要有勇氣吧 大瓶在這中間 凹槽擺放兩天後呢 終於享受到齁 啥是被說教的感覺啦 主要的內容就是齁 天氣這麼熱啊 要如何 恍惚齁齁 菜類才不會枯死啊 聽得一頭霧水齁 後來才搞懂齁 原來是在說這浮平啊 個人只回了一句齁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對方只說都被曬乾了 而這就是我的目的啊 這是浮平耶 然後對方就不說話就走了 觀察截頭菜生長的狀況還不錯齁 於是呢 把初秋高麗菜呢 也移植出來 大瓶中間這條溝槽呢 就像書桌上齁 刻著一條分隔線 各種一排齁 間距呢 比截頭菜大齁 大約有40公分 一樣呢 捏成球狀後 再種植齁 就可以快速又輕鬆了 兩天後呢 才進行防蟲網覆蓋 這算是個失策 如果時間呢 不允許一次完成呢 個人還是建議 先把網子搭好 不然呢 就要做幾次的抓蟲了 此時呢 已經開始發現葉菜鵝了 而事先將要插入土裡的深度量測好 加上有了搭設防蟲網的經驗後呢 這次就順手很多了 不信的話你可以把它拆掉 重新搭一次 一定可以感受到自己驚人的進步 因為有觀眾提問啊 出鐵絲何處買 感覺也想自行DIY製作防蟲網 那就順道提醒 這還可以再自行剪裁呢 將網子固定在地面的鐵絲 長度大約25公分 對折時呢 別壓得太小 這樣可以卡住呢 網子的範圍會比較大 施作時呢 先將鐵絲穿過網子 再直接往土裡壓進去即可 若是土壤過硬呢 也可鐵絲先穿過網之後呢 再用鐵錘把它敲入土裡就可以了 施作時呢 可以先坐同一邊 只要注意底下的網子有拉撐即可 因為頭尾兩側呢 會剩比較多的網子 在頭尾兩側呢 一邊呢先開始拉撐固定 多粗的網子呢 則可以將網子先行纏繞反折 再用鐵絲固定 頭尾兩側呢 若是有拉撐的話呢 其實另一側就算是活動的先網 也可以看起來很舒服啦 謝謝收看